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今年67岁的旅贩欧赞文来说 这样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卖鱼 我知道我十多岁我就跟着我父亲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当完兵出来 做了两份工都做不了 那个工钱太低了 一天三块钱不够我喝水 赞文从小和父亲在武基搬让的 郑华巴沙卖鱼 1985年郑华巴沙拆除 封家方也刚建好 再玩的父亲和弟弟先来这里探路 跟郑华巴沙的好些老街坊 成为第一代的摊主 现在那一摊是最老的那个叔叔 他也是很久了 从老地方他也是卖鱼卖了几十年了 凤家方人气兴旺 十多年前也把赞文吸引到这里来 租下一个摊位 这边我们的鱼汤位 他不会要到三十摊 我看全新加坡的巴沙 除了牛车水 就是这边的巴沙的鱼汤最多了 而且 这边切一片 不是 这里起漏 前面起漏 和牛车水不同的是 封家方是单纯的祖屋区 居民来自各个族群 而不只是华人 买东西更要求实惠 我们就是采取薄利多销 你早上有看到我卖很多 这是我们的利润拿到很薄 真卖多了 所以你看我的顾客 每个都讲我的鱼便宜 虽然生意竞争激烈 摊贩之间 却有份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情意 一个明星啊 李国皇啊 转过脸来啊 像不像李国皇 每个他的顾客都讲他像李国皇 你看他像吗 然后银唱啊 像昂塞 昂塞来听 这边的人好像跟我们是一家人朋友 可以讲开玩笑 有时候他们会帮我们 这个男孩子啦 他跟我们在一起 有时候洗那个龙沟 他帮我们清理啦 花蟹非常有肉啊 马来西亚本身粉丁咕咕的啊 来自马来西亚 你看各个都有肉 各个好啊 舒华之前也是摊主 卖了23年的海鲜 丈夫过世后 他转为鱼摊驱手 和来自马来西亚 红图坎的永亮一起搭档 打理这个摊位 哈喽 来来来来 来了 他很像李国皇 外号是李国皇 人家叫他李国亮咯 有时叫他流铃 你大高速时间 我都叫他老女人 老女人 他叫我老女人 一个叫麦 一个招呼顾客 琴头母子的默契 留住了顾客 而赛文则靠着务实经营 在巴沙里立责 收档前如果有剩下的鱼 赛文都会打电话 给在越南工业区 经营客工食堂的西港 因为它很便宜 和价格的价格 都会有价格 给所有类型的鱼 都会来和买 和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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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便宜的 为买 我们会煮在咖啡店 有一个咖啡店 我妻子会煮 做的食物和午餐 不同於許多巴砂和小販中心 蒙著一層日漸凋零的風霜 風家坊散發出生機蓬勃的火力 不少攤主也相對年輕 這條長長的隊伍 等著的是孔氏為脈的雲吞麵 32歲的他幾乎是和風家坊一起成長的 我1984年出生了 大概9歲就來這邊幫忙父母親 中學的時候就是七點半 還是七點九個字要到學校 六點我們就要來這邊幫父母親切菜 放料 放了人才去讀書 然後讀完了書 一點多兩點放學了 就要下來這邊幫忙洗當口 再回家 市委的父親孔慶發 曾經在市區賣了二十年的雲吞麵 頗有盛名 兩大一小 以前是叫白沙福賣的 我姐姐那一代 做到政府的時候 這地方要收回了 要做M-R-D 就配給我們這邊 收到白沙福 就令人聯想到觀光客 夜市和香氣綿延的美食街 1980年代中 白沙福地段被徵用 一些街頭小販 就這樣遷移到豐家方的熟食中心 到今天 仍有近十攤來自白沙福的攤主在經營 剛搬來時 環境改變 顧客群口味不一樣 讓孔家也很傷腦筋 第一次來的時候真的 有些鬼 說鬼粉 夜生活跟早上的 有點分別 你夜生活它們吃 要好吃 吃爽 你早上的它要吃飽 我們的白沙福的 雲吞麵就是白的 沒有放黑醬油 這裡的口味就要黑醬油 因為這裡的工廠 大多數都是馬來西亞人 所以我們就放白的 因為他們不會吃 我媽媽就講說 我們一定要調 但是我們調的時候 那個味道又要一樣 所以那時候蠻辛苦的 過了幾年 生意終於重新上了軌道 孔家也從馬林百頁 搬來玉朗一帶居住 不再每天周車勞頓 轉眼在豐家方 立足三十年了 世偉和姐姐妹妹 已成為家族面攤的街幫人 我很小大概四歲 跟我的爸爸媽媽下來 然後我就幾乎沒有什麼做工 就是在一邊睡覺 然後起來就去收盤 已經習慣就是那種很忙碌的早上 如果好像早上沒有東西做 我會覺得很不思想 這裡有不少像世偉三兄妹這樣的第二代小販 在豐家方度過成長歲月 早上曼雲通宴 下午賣嘟嘟糕的陳健全 也是世偉的老友記 我的父親還有他的父親 都是一起從白沙湖過來的 謝謝 我來的時候他其實還蠻比我小的 他其實小五歲這樣 健全隔壁的攤主 錢俊傑也是同年有伴 我們從小都是在這裡玩的 然後就認識對方 當我的父親在做生意的時候 封家方一帶原本是鄉村 臨近一個有上百年歷史的村落 封家村 八十年代中 鄉村逐漸消失 被嶄新的祖屋所取代 不少村民也被安頓到封家方 三餐經常在小販中心解決的溫國慶 就是從鄉村搬進祖屋的居民 今年四十歲的國慶 也在封家方的商店工作 他的父母和舅舅王松發 1984年就開始在封家方邻里商店 經營塑料品 當時我們就從林出港 要把公村搬過來 那時候我應該是大概十一歲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搬過來 開始來的時候應該沒有這麼熱鬧 因為剛剛開始來這邊好像商店都新 可能人口也沒有這麼多 我們是在林出港阿瑪峰 我們在那裡做雜貨店 還有一些豬和雞吃的飼料 我們在那邊做了四十多年 但是那邊就是他的商店 就是被政府徵用 所以才搬過來封家方 我們從阿瑪峰那邊全部搬過來 有二十多間 出到封家方 王松發發現很少人售賣塑料餐具 從中嗅到商機 就毅然帶行 然而人生地不熟 一開始老吃閉門羹 我第一次去跑外面的時候 跑很多間 他們都是跟我說 他說不用 就是一直空手而跪 好嗎 好 好 好 這個,這個紅的 這個白的 水包… 好 這個是… 他在那邊開店嗎 精進嗎 又便宜 有來用 有些的只帶不來的 放進去就過了 這樣 OK,這樣好 等一下你才拿來 OK,拜拜 打拼了四月雨 一年只有在勞動節和國慶日 休息兩天 幾年下來 松發不但找到了忠實的客戶 還和亞麻宮的老街坊 再續甘榜琴 我1990年在安麻宮開這個裁縫店 他是從小在那邊大的 因為我們同一個鄉村 關來這邊 當然就找自己的 比較認識的名牌 這個港群就不會失調的 永久就存在了 今天要寫實在嗎 好,你自己看 自己看自己寫 我每個禮拜都有去跟他們打交道 所以每個都變成朋友了 有些攤主他都不用點他的貨 由我跟他安排 所以他們都很高興 現在松發不僅把業務放手讓兒子接管 也把從南洋理工大學畢業的外甥國慶 叫來一起打理生意 指揭雲 當時我就讀就是建築土木工程 但是我畢業了 就業市場還不是很好 爸爸的年紀也是比較大 他也是希望我可以回來幫忙 自己生意通常其實什麼都要做 就是搬貨、排貨、站櫃台 就是聽電話、收訂單、開單這些都要做 近幾年來比較多行政上的事務 因為現在很多這些政府機構 他們都需要我們以互聯網上 成交一些資料 從鄉村到祖屋 從慘淡經營到如今的生意昌盛 小店家的際遇 就如同豐家方發展的一夜縮影 封家方是1980年代新建的最后一座花沙和熟食中心 不僅小攤販依靠他賺取三餐 小商家也仰賴他帶來生氣 今年57歲的彭宿珍 在豐家方有一家精緻小店 這是父母親留給他的嫁妆用品店 從事財務規劃的葉維萍是蘇貞的老顧客、老朋友 嗨,金 紅薇媽媽 不是啊,抱歉 媽媽,完全人前我跟你買嫁妝 現在我來跟我女兒買嫁妝 好快 你看,姐姐是媽媽看著紅薇媽媽懷孕 你看,現在姐姐嫁人了 你看,我認識她 是三十多年前我要結婚的時候 朋友介紹她跟我化新洋妝 所以剛好她又是我老公的鄰居 住在同一個地方,一個鄉村 所以就這樣一見如故 蘇貞和豐家方的許多第一代店主一樣 老家也在臨錯港的亞媽宮 她的父母大從1959年 就在亞媽宮開設百貨和婚商喜器用品店 公公公公大概是1985年 其實我從來就是在這種家族長大了 然後回到來這邊,全部都由我來借了 六歲開始在店裡幫忙的蘇貞 對各籍貫人士的婚嫁禮俗十分熟悉 不是充當婚嫁儀式顧問 因為我本身很有興趣做這份工作 而且我也很喜歡手藝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大同小藝 只是每當顧客來買辦他的家磚的時候 我都會很用心地去跟他們解釋 就是關於傳統的 總是盡力成就新人幸福的蘇貞 自己卻錯過了姻緣 她一直和病魔搏鬥 她18歲患上淋巴癌 33歲時得到乳癌 五年前,癌症又復發 你講不辛苦是假的 是蠻很辛苦 但是我很樂觀地去接受我的挑戰 我也很感謝我那些親人 我親朋友都很支持我 所以我婆婆很堅強 我曾經有一個顧客 當她付了錢付完了 她告訴我 她告訴我小妹妹 你上餐你要吃 你要吃飽 我聽了我心裡非常地感動 從我們父親時代的時候 到現在至於四十多年了 封家坊的這家小店鋪 讓素贞得到許多的安慰 和她形影不離的寶貝狗女兒 Cappuccino 更被嫁妝店帶來不少人氣和歡笑 每當顧客過著路經過了 都很喜歡我的小寶貝 因為每個跟我講看了 見得到她都很開心 其實我的小寶貝不是長得很漂亮 只是她很有人言 她的樣子就是好像傻瓜來的 這裡彷彿是一個情感聯絡站 把不相識的街坊牽引到一塊兒 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樂 乾坊的舊情意在這兒得以延續 居民在喝茶吃飯間 很自然地日久生情 我們是公平台台組合 主席 然後我們是員工而已 我們是委員 陪伴他的 我們每個都是老闆 二十多年前搬來湖畔地鐵站附近 居住的葉維萍 在這裡結識了一班新朋友 主席是因為我們的 這個WhatsApp的路是我製作 所以我在一個公司 HQP台台有限公司 所以他們就叫我董事長 叫我主席 我們開始是因為我們都帶孩子讀書 就沒有回家就來這邊等 然後久而久之就坐在那邊 就認識這樣講話講話 然後就成為朋友 大概有十多二十年了 三十年來 從各地遷徙來落戶的人們 在豐家方 凝聚成一個新的生命共同體 一個獨特的草根氣場 那孩子叫我不要做了 我就不要了 我還是自己賺自己花好了 賺多少花多少了 賺夠了禮費我就吃風了 這區蠻有那個環體的感覺 關丁的感覺 就好像就像做工吵架 就放了工就忘了 在鄉村那邊 多少家人人口都是一定的 在這邊人口就很多了 大家生意就很好做 每一家都好 來到這邊每一家都好 這就是我們的人生 我們的生活 你會見到很多不同的人 你會見到很多地方